主有民意 两字并行 两字并行 重大争议司法案件 每当法官最后判决跟社会期待不符时 就会出现质疑恐龙法官的声浪 台湾司法制度是否能展开新业 立法院临时会处理国民法官法草案 希望拉近司法与人民之间的距离 不过人民参与刑事案件 到底要用职业法官三人 与国民法官六人共同审判的参审制 还剩有九个或十二个陪审员 一致决议有罪无罪的陪审制 亦或是两鬼并行 民间司改团体担心 司法院参考日本的参审制 保留了中间讨论程序 很有可能造成国民法官 受到职业法官的影响 丧失人民参与审判的美意 因此已静坐抗议超过二十天 况且根据民间团体的民调 结果显示超过八成台湾民众 支持参审与陪审两制并行 这两个制度都一并来实行 那么支持度是83.4 这是主流民意 这是主流民意 为什么要把民意比较支持的陪审 排除 为什么民进党的党纲是陪审 要把它排除 讲不清楚 完全违背自己的党纲 也违反民意 除了民间团体的声音 立法院在野党团也各自有不同版本 批评民进党团在临时会时 强行表决 通过支持度最低的参审制 是草率立法 公民团体这么多意见 那在野党 其他的政党都已经修正 我们的原来的看法 希望能够促成参陪审 两制并行 现在就是铁板一块的 只有民进党 奇怪了 当时最坚持陪审的民进党 不接受两制并行 这么重要一部法案 有113条 其实用临时会这种偷跑的方式 整个阉割了 整个委员会的过程 整部法案里面 大概除了张明洁明 这种东西是共识 我直白地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共识 因为保留了大概98条 每年20万个刑案里面 只有500件试用 500件里面 很多都已经认罪了 再把它扣掉 能够用的可能不到两三百件 那你说这个是一个要让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吗 而司法院公布最新民调 则是和民间团体做的民调不同结果 内容显示大多数民众支持 让国民法官跟职业法官一起讨论 一起做成判决 对于典型陪审制存在的判决不复理由 原则不能上诉等 台湾民众普遍无法认同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表示 这次法案偏向参审制 是才稳健做法 先跨除一步 目前没纳入陪审制 并不代表未来就予以排除 不管现在如果要用参审或陪审 就是不会像以前恐龙法官 自由行政那样子的问题产生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法官 跟国民法官一起来做决定 将来事行之后有什么优缺点 我们可以再来做讨论跟改善 民进党团强调引进陪审制 相关衔接制度多 工程更加浩大 朝野意见分歧 也预告立法院 接下来将上演好几天的马拉松表决大战 原始新闻喜故对弗洛万立法院采访报道 优决 备 任 我们